老法师讲经说 邪魔外道也要理尽 这个道理 请老师更进一步开示 这个讲得很多 我们在讲经常常讲到 妖魔鬼怪 他也是众生的 一切众生皆有佛性 他有佛性 他为什么会变成妖魔鬼怪呢 造得我业变成的 我业是习性不是本性 本性都是一样的 连儒家都讲得好 三字经也开头 人之粗心本善 那就是本性 本性都是善 纯净纯善 妖魔鬼怪的本性 也是纯净纯善 不但这些有情众生 有佛性 无情众生 有法性 华元经讲得透彻了 情与无情 同缘终之 这平等的 佛性跟法性是一个性 所以不但对于有情众生 我们要离尽 就是对他有恭敬心 尊重他 敬爱他 无情众生 树木化草 再到 那是到矿木 你一杀十块 都有发现 那个心 跟我们的佛心 是一个心 你怎么能不尊重呢 你尊重有什么好处呢 尊重里头就分别执着化开了 这个我尊重 那个我不尊重 你有妄想 你有分别 你有执着 那这种心呢 这个心叫轮回心 佛这么一讲 叫我们礼尽祝福 一切恭敬 把妄想分别执着打掉了 你这样才能够超越 这个道理讲的太多了 天天在劝大家 于世出世间一切法 不再执着了 轮回就没有了 留到就没有了 执着就是经典里面讲的 见思烦恼 见思烦恼断了 正阿罗汉古 阿罗汉名为证据 如果再进一步 对于一切诸法了 不再分别了 分别的念头都没有了 那叫证等证据 那就是菩萨 如果在一切法里头 我们六根借出 借出的时候 不起心不动念 那这就是如来 就是福 这非常非常不容易 你借出会起心动念 心灵不要紧 没有执着 没有分别 是菩萨 这个借 这个借 起心动念 还有分别 没有执着 是阿罗汉 如果还有执着 六道凡夫 就这么回事 所以我们自己也会想 我们自己是什么人 是六道凡夫 还是神文 还是菩萨 你自己很清楚 佛菩萨 佛菩萨跟我们没有什么分别 一样的 就是他们没有妄想 没有分别 没有执着 我们是有妄想 有分别 有执着 我们亏 吃在这个地方 那个断的方法 先断止住 执着是最严重的烦恼 从这下手 先学不知主 再学不分别 最后再学不齐心不动念 这个是学习的次第 所以对于邪魔外道 我们要尊重 我们要礼尽 我们要供养 不跟他学习 这就是什么 敬而远之 语言不是说居立的 语言是不跟他学习 因为他来是邪道 他不是正道 但是你要晓得是 他也是未来父 他一定要收很多果报 要吃很多苦头 将来还会回头生